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航 年关将至华强北二手机航行又是一跌再跌 今天的话 咱们继续来市场里面淘机器 走吧 先去找一台三星w21 这一款呢 是三星的w21国航的一个挺配版16加512的像这种机型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他这个新机的话 区区上的比较少20多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才的话也算是一个95成心吧 原装机没有维修过的 像这种机型的话 一般的话也是不好维修的 这才的话 咱们是9500拿下 这是一台三星那的十家国行的12加25又几 这个闹十家的话确实是比较保值呀 都说三星挑选中 这款话就没那么严重 这款的话 目前还是要3k左右 一个完美型的七明星完美屏幕的话 也是没有老话 没有坏点的 这才的话 咱们是3k拿下 这位朋友的话 也是要求比较高的 一定让咱们反复检设好 确定是这个屏幕是没有老话 没有坏点的 咱们的话也是在认真的检查 确确保是完美的 符合他的要求 机身的话也是箱头里面没有进灰 边框后盖的话也是严丝合缝的 没有这个拆过的痕迹 基本上也是一个95星的标准 现在这个二手的iPhone11也算是彻底的沦陷了呀 像当口的话 摆了有个几百台吧 都是无人问津啊 像这种话两k都就可以拿下了 这是64G一个美版黑解的插插卡就可以使用了 随便升级随便换卡和这个无所的话 就是不能恢复数换设置 其他话是没有区别的 这台的话咱们是两点三可以拿下 小平党的最爱 这是华为的p406.1寸的 这款机形成的话 这个续航确实是太拉垮了 发热的话也比较严重 优点就是尺寸小巧 单手的话操作无压力 双模5g的七根居住的芯片 性能的话 再用个两件事不过时的 这台的话咱们是两点六可以拿下128g 刚发售不久的华为p50普就有二手机了 这台的话是一个8加512级的国航的一个准新状态 不管是边框成果都是接近于全新的 这台的话咱们是5k多拿下的 这款机型的话跳水还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的话它不支持5g 你会花6k多去买一个全新的4G手机吗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台的话咱们也是成功的拿下 好 今天呢 淘气视频呢 就分享这个了 我是阿航 我在华强北 喜欢我视频呢 记得朋友们来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